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基金经理赢钱博的频道,我是朱sir。 今天是2023年2月26日,就是星期日。 上回主要讲了四只股份,例如我们有提到整个电章板块被人打下来,但当中拼多多就有一定的机会被人杀错了,因为股值真心来说不算贵。 阿里出了业势,阿里在美国那边先升后跌,连完星期五已经连续落了两天,拼多多就算是升了上去,星期五只是跌了一点。 人家也在说,阿里妹妹拼爹爹,有她这样的说话。 我们上回也有解释到阿里巴巴90多个股值,究竟是否真的便宜到爆,还是只是正常价而已。 今天我们借阿里巴巴的业势正式出来了,为什么先高后低搞得这么惨呢? 未来的前景是怎样呢? 你就会用一个机构投资者去看报表的角度,去解释阿里巴巴的业势。 到底业势出来之后,市场又觉得它超预期,你看到表面的盈利占多了很多, 就是站在投行的角度,或者是institution的investor的角度。 究竟是怎样想呢?我会和大家详细拆解。 不过这一步又多提一句,早几个月,市场只剩8000点, 很多人都忘记了,拼多多就相对比较好一点。 在这个百千点的升降,起码升幅是相当之厉害的。 因为在美国拼多多最低大概30多元左右, 上升了超过100元,是正欲超过200%。 但是,所以表现相对比较好很多。 这个除了基本面原因的关系, 我认为有一个也挺暗黑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在香港没有上市。 而阿里巴巴出了业绩,刚才也说过, 在美股盘前爆升了上去,升了101元, 然后开始由头插到尾,直到星期五已经连续插了两天。 但留意,起码美股盘前也叫做油升, 在美股盘前也叫做油升, 在美股盘前也叫做油升, 但在美股盘前也叫做油升, 但是说过这一边, 第二早一开始就已经直取了, 就已经要硬盛, 也就是说, 美股盘前的地头始终来说, 做本率相对比较好一点。 很多主力的走势, 我们就是说在职日里面单边上升, 即日的单边下跌, 即日的V型到V型的走势, 美国人就全部吃光, 在美国那边就全部搞定, 那你香港那边, 连饼税都不给你, 说得再坦烈一点, 就要直接帮人卖单, 大家感觉到黑暗不黑暗呢? 但这个现象在香港一直都是这样的, 上升了8000点的时候, 天下拜平就觉得没什么, 一去到跌市的时候, 那些丑陋的现象就出了力, 所以如果有时, 你持有的股票, 在港股美股两边都有上市的话, 即是认真不妨学习其权, 或者学习美股, 如果看到有什么不对路, 就可以在美国那边先对冲, 这个是很重要的point, 可以在美国那边做本, 或者是美国那边先对冲, 人家那边起码有一个成交量非常活跃的期权, 也没有那些在我心目中, 九不八八, 奇奇怪怪的牛熊症, 或者是窩卵, 所以, 其实始终option, 你一直都学习, 那我们正式开始之前, 就去一去讲道, 很多投资者, 近年都多了接触一件工具, 就是期权, 或者, 就算没玩过, 起码都有听过, 因为老实说, 今时今日的市况, 你只是单向持有政股, 基本上是很难捂食的, 牛熊症又容易打靶, 那大户就将一些股指期货, 就没上没下, 就玩到出神日化, 要么就暴跌心不见底, 要么就阴铁还本, 玩足几个月, 你根本都不知道方向是怎样, 要么就突然爆升几千点, 后都不回, 完全都不给上车机会, 所以, 现在只是做正股买卖, 就很容易被人左一巴巴, 右一巴巴, 如果你懂得像大户, 或者机轻投资者那样, 一个手段的高明, 是运用其权的话, 那无论是什么市况, 你都可以处理到, 亦都是有钱赚, 无论升市,跌市, 牛皮市, 暴涨暴跌, 也都完全是有机会, 又不用像牛熊症那样, 而且回报, 再强调一次, 可以相当之夸张, 我们这个影片, 一直在播放的时候, 就已经分享了, 六个大户做期权的概念给大家看, 如果你有兴趣, 知道这么高, 这六大招数的期权术, 实际上是如何操作, 以及如何在任何市况, 去一个稳定的获利, 欢迎你点击下面的报名连结, 参加我们进阶期权的教学分享广座, 我们这个广座由于技术的含金量是比较高, 所以就不切网上广座, 我朱sir就只会在我们的广座场地, 亲自和大家去分享, 马上报名, 费用全面, 到时见! 好了, 我们来回正题, 恒生指数又似乎出现了熟悉的现象, 就是期货又开始不断拉, 即是期货走先, 然后就拉现货下去, 现货其实很多都很难太跌下去, 在股票的概念上, 但是期货就硬折下去, 变相被动的股票, 你觉得多便宜也好, 也硬拉那些不应该再大跌的现货, 硬拉下去, 当然, 这个基本上上星期一就结算了, 如果这个情况只是维持到期结, 那就没什么, 那就是空军的淡友, 想借机压到最尽去结算, 所以看到下星期中, 看看淡友期结, 再加上月结, 再加上场外结算之后, 三样都搞定了, 好友可不可以反击买回上去, 如果买回上去, 问题不是很大, 但问题是, 如果结算之后, 它只是抽高, 補了淡仓之后, 再沽过的话, 那我就相信, 那些淡友就可能掌握了一些, 比较硬的黑天罗, 或者就算不是黑天罗, 灰西油所谓的消息, OK, 那我们就不是想象中之那么简单, 所以结论也是要看紧一点, 另外也提醒, 星期五, 20,200点, 就有一个跌口, 我觉得它所有期节的活动, 完了之后, 都短期, 不可能没那么快捕捉住, 如果只是空仓回报的后秋, 它就不应该升得穿, 20,200点这些这样的跌口, 所以这个跌口, 如果它可以是升穿了, 兼进一步是上205的价位, 这才是一个初步稳定的信号, 大家要记住这件事, 好了, 最后, 我今天想分析阿里巴巴的床报, 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些, 到底真相是怎样呢? 表面上的数据做得很漂亮, 但是为什么股价是这样呢? 朱sir也借此在这里和大家分析一下, 好了, 我们首先就一份业绩, 看看阿里巴巴的这份简表业绩里面的第七页, 我们看到了, 其实在新闻报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 静利润增长了很多, 主要针对那个点子, 就应该在这里, 就告诉你, 是由上年第四季的192亿, 暴力增长到457亿, 大家记住, 看科技股, 必须要有一个常识, 就是最主要, 是看回非供应汇计准值的, 我们英文就叫做浪Gap的盈利, 你看到实际上, 浪Gap的盈利都是所谓有一定的改善, 但是你发觉, 改善的程度, 和这个所谓爆炸式的静利润就差很远了, 人家其实实际上, 是由这个大概的446亿, 是恢复了大概12%的增长左右, 就去到大概499亿, 如果大家想看回正利润, 或者是非供应汇的制度, 可能是一些解释, 或者是中央difference, 你也可以看回第四季, 是有个附助, 你可以自己看, 所以要有第一个常识, 就是阿里巴巴整体的业绩, 不是想象中是升得这么厉害, 你只看到上面的收入, 按贵度的同比角度, 都只是增长2%, 你就知道淨利润, 反而是暴障了130%, 是不合理的, 很明显在去年的第四季, 可能有一些所谓的减值, 甚至是被政府罚款, 所以利润是急降了, 然后, 在今年没有这样的情况之下, 正常的业绩, 没有一次性的因素, 你就会恢复正常的盈利, 好, 而我们就说, 比较主要是可以看到业绩是各部分的好坏, 那我们也可以去到第八页这一步, 如果你们在YouTube那里, 看视频一门的话, 你也可以根据我所说的业绩, 你自己对着来看, 那我们看到, 它分为相对比较详细, 分为中国商业, 国际商业, 本地生活服务, 资料, 云计算, 数字媒体等等, 已经分为了很多的事项, 那我们可以逐一刻去看一看, 那首先, 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中国商业那一部分, 那个收入, 基本上是乏力的, 上年, 上年第四季, 就是1719亿, 但是, 我们现在, 回转回来, 它最新的年度, 即是2022年的第四季, 是縮到169亿, 倒退了1%, 可能你觉得, 喂, 倒退1%, 但是, 稍后我和你分析, 中国商业的部分, 包括了很多, 很多, 很多东西, OK, 它很多小的项目, 比如说, 陶特, 或者, 陶塞塞, 这些小的分行, 因为基属低, 所以, 有一个比较高的, 是所谓的营收增长, 但是, 在其他子项里面, 也有一个相对比较高的, 营收增长的情况之下, 整名的中国商业这一部分, 都是倒退一点点的, 暗示了什么意思呢? 就是和你不是暗示了, 是和你明示了, 是它的主力, 中国商业真正赞支的主力部分, 无论是淘宝, 和天猫, 那么, 营收基本上, 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倒退, 其实, 我在报表里面, 都和你说了一句, 是有一个比较中高的单位数字的下跌, 所以, 那次是中高单位数字的下跌, OK, 所以, 我们看到整体的表现, 仍然是有受到, 是宏观的, 是所谓的经济社会的问题, 或者是疫情的因素, 以至就是, 对手是甲仓的因素, 是令到它这一部分, 是继续相对比较力的, 而我们就是说, 做得是相对比较好的, 那就是国际商业, 和本地生活这一部分, 它也不会因为, 我本身表明我的立场, 我是相当之不看好阿里巴巴, 而将所有数据故意扭曲它,OK, 那你看到, 在国际商业这一部分, 和本地生活都做得相对比较好的, 那它的正亏损, 由上年国际商业那一部分, 由正亏损29亿, 就缩窄到7亿6亿, 而本地生活那一部分, 亦都是由亏损50亿, 就缩窄到亏损30亿亿, 那这两部分, 其实有亏损减低, 因为变相令到它的盈利亦是增长, 因此是正常的, 那当然, 这不是一个结构性, 太健康的情况, 最理想的是, 希望中国商业那一部分, 是有一个所谓的增长, 可以回复增长, 利润也回复正常, OK, 而我们就是说, 在云计算那一部分, 就有一个严重的disavantage, 也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好处, 那不好处在哪里呢? 就是云计算的增长, 真的相当乏力, 这个真是说不通的, 我再说一次, 这个真是说不通的, 因为我们在说, 在美国那边, 是受到美元的高企, 美元的逆风, 令收入急降, 然后还有很多加息的因素, 之而此理, 大家要明白, 现在美国那边的息率, 是高过我们中国那边的, 倒反过来, 但问题我们就是说, 美国那边, Amazon的云计算的收入, 是增长倒退到, 还是增长20%, OK, 即是由星期的高增长, 现在增长到20%的增长, 他都会被人插入, 而ELTRA, 和GOGO的GCP, 按年营收的增长, 都缩达到大概20美, 和30头左右, 那你会看到, 其实市场都好像有一定的担忧, 那你, 人家, 其实数据都很高的, 那他都说有担忧, 那何况你就是阿里巴巴, 你的云计算, 这样又说中国基数低, 或者中国相对美国那边, 是跑辞了五年, 所以低技术效应, 等等, 但是你, 云计算, 都只是做收入增长3.3%, 未免太少了, 未免太少了, OK, 当然, 我不想为插而插, 他另外有一件事, 真的做得好, 亦都真心希望, 他的收入, 可以恢复高增长得来, 那么, 以日帕做得好的部分, 即香港做得好的部分, 都希望他继续做得好一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EBIT, 是EBIT, 或者EBIT, 是开始有正的利用率, 而且利用率是有改善的, 他上年追到收支平衡, 上上年追到收支平衡, EBIT利用率有1%, 但现在就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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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开始到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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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淘宝天猫仍然有中位数字的下跌 其实在他的报表里也说过是推达于消费疲弱或疫情 但我又想问一句,拼多多应该第四位到业绩都很好的 为什么拼多多做得好,你自己做得不好呢? 差别是这么大,是不是拼多多做得好是见机于伤害阿里巴巴之上呢? 我们就要很认真试一下这个道理 而第二,就是刚才我说过,中国商业占了大部分 亦可以做一个常识提醒大家 整个商业的板块是包括什么呢?原来有以下的 淘宝、天猫、陶突、陶塞塞、合马新鲜、天猫超市、 产品都是属于中国商业的 我们看到其实很明显有相当部分的业务是因为低基数关系 包括了陶突、陶塞塞、合马新鲜、241等等 但是全部都是有增长得来的,最后一条数 刚才也说过,都只是有少许倒退的 证明淘宝和天猫的同比倒退的数字仍然相对比较大 这个可以看到是受到国内和同行的擠压 但是内卷的内斗仍然是相当之厉害的 压力亦是饱受压力的 而且阿里巴巴在份业势里面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他有一大堆数据,竟然不肯告诉你 但是这些数据是有限量的,所以是很重要的 如果这些数据都不肯和别人说 根据人类的好事情,当然会大力宣扬 不宣扬的东西通常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以下这些数据不肯公布给你听 我都觉得无论是基流资者,特别是基流资者的角度 应该感到相当失望,亦因此是购物股票的原因 包括哪些呢?例如用户数量,然后整体的GMV 以及ACC,就是联活约的买单量 以及DAU,Daly Active User 这四大核心数据都不肯告诉你 你试试看分成立报表 这一粒子都没有跟你说 他只是轻轻带过说 GME和用户有中位数字下跌,就算了 这样我觉得是很不负责任的 而且令到那个透明度为商业比较低 总乎别言,我们就是说 阿里我都说过很多次了 无论在学校或者YouTube或者其他channel那里 他所谓的处境是和700这些很不同 我都说过700,如何内卷也好 其实其他行站的公司都不够去比较 因为当700一家的手游公司占了50% 而第二名的网易占了20% 那两家已经是双寡头垄断的 一个老三或以下 基本上完全都不是对手 但也没有什么入局者 是可以入局 是入下子就扭转到这个局面 OK? 人家又不需要游戏补贴的 他没有补贴的 所以用这个小对比 你会发现竞争的激烈不是不同的 在电商里面 虽然这个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 因为入场的门槛 其实真的不是你想象之中 是高得太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 在整体的挤压里面 我们看到主要对手是有 京风、拼多多、抖音、快手、小熊书 后起的视频号 也可能有机会抢了一杯羹 在这些竞争对手里面 其实有弱高的公司 已经是另辟了另一条道路 而这条道路是反向地 阿里巴巴现在是不能入侵的 什么叫另辟道路呢? 我打个比喻 例如在服装界里面 大家有听过Lululemo这家公司 Lululemo Lululemo是很成功地 在Like或Adidas 已经在整体运动的 所谓的sector里面 因为你也知道Like和Adidas 是全运动的版块 都摆了 不只是鞋 服装 或者是诸多运动的用品 都摆了 而我们在放在脑袜谱場 以 contre等技巧 也非资许多运动 而是虞价街市场 占颇 discord 而虞价项 如此之后 目前就是 95% Like或Adidas 反而虞价阓 虞价的部分是竞争不到 用这个比喻放到电商领域里面 我们发觉每间公司或弱家公司 在整个电商里面的指向建立了护城河 而护城河反向阿里巴巴是无法侵入 其中对手拼多多是其中一个例子 因为拼多多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类似的策略 攻陷了三四线整体港大的市场 即是消费力低的市场 但是这个消费力低的市场是被他揽摆了 反向阿里巴巴由于是成立初期由头以来 都没什么用脑想过这个港大市场 或者他本身的定位不是这样 但是变成立了比拼多多成功进入了这个领域 他自己反而攻不上去 而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阿里巴巴自己也是先严重缺乏了一个 所谓视频或者是娱乐的所谓性质的DMA 所以我们就说在直播大货里面 那就完全输了给抖音快手 甚至后期的视频号 基本上都不够来 何况我们就说在一些竞争对手里面 譬如说好像是京东也好 拼多多也好 他本身来说都跟腾讯是有一定的良好的关系 虽然我们就说腾讯是为了避炎的关系 将很多股份都沽了出来 将京东或者之后美调的股份都沽了出来 始终有好的情况是不变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京东来拼多多先天利用了 腾讯的所谓微信的出口 窗口 然后就是三波的所谓的市占率 但是阿里巴巴其实在之前一直 都肯定是进不了微信这个领域 变了在整体的竞争里面 相对来说是比较弱了 在长连累月的累积的情况之下 这个就是说对于阿里巴巴的不利的地方 希望大家始终由到底都要明白 而不是说股价升了上去就叫高高的 常常都上去到300元那些位置 常常都上去到很高的位置 我坦诚的我觉得这种叫做情怀 这种叫做执着 但又未必说是太有恐惧的事实 而最后就是说在今年里面 那个补贴大战似乎又想持续 因为最近京东也推了100亿的补贴 这个补贴其实你临心一层 不是专门针对拼多多的肯定不是的 因为我也是在月尾那时同时推出了 就是说和平台的产品的对比 如果我的产品是相对其他公司 是道发出来高了的 那我就会补贴了 即是保证最低价 那这种保证最低价所对比的平台 不只是拼多多 很明显仍然是有对比阿里巴巴这个平台 在内 那变了就是补贴大战 或者是一个鸿海的内卷市场是继续 那对于阿里巴巴今年的所谓复苏年的角度 那个复苏又未必是完全因为复苏这两个字 又觉得一定会有很大的复苏 原来我们发觉竞争仍然相当之大 所以我们看到阿里巴巴整体积弱的原因 就是由于那个电章那一刻始终是没回复气势 和竞争依旧是这么猛烈 那变了股价是继续弱 那我们都要理解到这个事情 那当然啦 最后我对阿里巴巴也是加了库主 就是说如果是跌得太多的时候 那都可能会有轻微的反弹 那当然啦 我这里要再重申 大家不要真是执着我这句话 你觉得我看好它 因为有时候真的不能扭曲别人的言论 大家明白吗 作为一个成熟和有利的所谓的人 所以我再重申就是说 我不是想维护它的股价 我只不过客观是觉得 股票回到膨胀下的时候 可能会有轻微的反弹也不定 所以不想把阿里巴巴看到 以前最恐慌的那一刻 看到70,60,50,40,20,0 我就不是这样的态度 因为整体我们就说 好像META那样 打个比喻 META其实你看到Facebook 现在没有人看的 Instagram都好像没落 但是会不会跌到0 它也不会跌到0 它也会跌到极限的低位 它也会反弹 虽然我完全不觉得阿里巴巴 会像META那样的 其实起码以META的角度 你去80元 你过度看死它 它会又是反弹 是不是 那变成了阿里巴巴 在一个整体的角度 除了电缩 这些 performance 相对比较差 它也不是完全是 真真正正的死光 它仍然相对比较好处 仍然有以下一个重点 第一就是 它可以通过降低成本 然后令到盈利的下跌 即速度下降 然后它的云计算 看今个季度 有没有比较良好的增长 还有最后在估值的角度 也不是季度离谱 如果继续回来的话 我说到post and con 到最后的种种总结论 跟你插得这么详细之后 我最后看法的种种总结论 就是觉得跌到太火火 可能有轻微的反弹 你仍然有充满一个 壮志激昂的 是所谓的看法 是看到一升到100元 然后就看150 又看200 又叫200多 那这个叫就真的 纯粹情怀 而不是客观事实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详细拆了阿里巴巴 今天我们的影片暂时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可以订阅一下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和like 今天的视频暂时到这里 多谢各位 不愿意 我们的部分 我们可能会见到 今天的视频 不愿意 还有 一zej历史 并且 我们可以见到